Hello 大家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一個國內的小旅行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然後就沒有辦法出國了 那我今天就跑來台南 然後住了那個 老爺行旅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他的房間 跟那個風景好了 然後因為最近就是 工作可能 有些人的也有受到影響 那我自己的話是平日 突然就多了一個晚上跟 一個下午的空閒 所以就可以來一些國內 小旅行 那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那個就是 口罩要戴啊 然後還是要勤洗手這樣子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旅行的時候會帶的東西 那因為是國內的小旅行 所以我就不會選擇 那一種很小的 很多東西我都會直接帶來 然後我覺得反正放在行李箱裡 放在車上蠻方便的 那有一些東西是 最近新買的或者是 愛用一段時間 然後還來不及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就一起跟大家說一下 那首先是這一個 這個袋子裝的就是我所有的保養品 然後這個袋子應該是之前在 Tintin Hope 或者是Tintin Apothecary的滿兒陣 這個我覺得非常方便 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話 應該網路上都可以找到 很類似的東西 然後呢它的這個裡面 就是有非常多的隔層 首先這裡有一個網格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拉鍊帶 重點是我很喜歡它裡面啊 總共有1 2 3 4 5 6 就是它在邊邊啊 總共有6個小網格 所以你可以把東西往裡面塞 那我就講一下這兩個好了 這兩個是我最近愛用妝的 你們可能會發現我一直在看旁邊 因為我手機現在架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地方 就是我的行李箱上面的一個面紙盒 然後呢我是透過那個旁邊的鏡子 看到自己現在的樣子 OK 如果你有看過這兩個東西 你應該就知道我最近在follow誰 那就是那個COSS推薦的 CB12的漱口水 這漱口水啊就是被講得非常的神奇 什麼一堆味道都可以消除掉 我個人是覺得它沒有辦法消除大蒜的味道 可是它真的比起很多漱口水啊 是比較不嗆不涼 但是又能消除味道的 然後在口中的那個味道也很能接受 不會像我平常用一般的漱口水 我漱完都會想要再去用清水把它漱掉 可是這罐我覺得還不算太濃 然後或者是很噁心的味道 然後好像有美白的效果吧 如果我要再試一陣你才知道 然後另外一條就是這個 雷利歐的一個 Deodorant Cream 這個我在粉絲專業已經介紹過了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蠻神奇的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止焊劑 然後它是沒有辦法止焊 但它可以讓你的焊流出來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所以這一條已經快用光了 然後還好我那時候有多買 然後呢 我之前有說過我應該不會拍這個 Evaham 應該是這樣唸吧 Evaham的特輯 因為我沒有買到那個黑蜂蜜 什麼黑蜂蜜 臉油之類的 結果後來我就買到了 所以過一段時間應該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們家品牌我喜歡的東西 那這是他們家的那個刮沙板 然後我最近就是非常著迷 就是每天化妝前就是用臉油 然後做臉部的刮沙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身體的刮沙板 這個是我睡覺前用的 然後就是非常的著迷於刮沙板 然後我還要把它們帶來 就冒著破掉的風險還要把它們帶來 然後要跟大家講就是因為 這個老爺行女他們的房間就是有view 然後我剛剛為了要坐在這裡化妝 我還先擦了防曬 我是一個很討厭擦防曬的人 然後這罐防曬是 我之前買小凱老師他們家的東西 Sone的一個防曬 我覺得這個防曬很神奇耶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你要先搖勻 然後它噴出來是有一點點像 就是我不知道 它有點像泡沫 然後你就把它抹開 然後它會冰冰涼涼的 然後在手上也不太會咬皮膚 不像一般那種leak by的那個 防曬啊 就是你擦完以後你會覺得很搖手 這個我覺得不太搖手 然後我擦在身體上以後 我覺得在冷氣房裡還好 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我擦等一下出去流汗 一定還是會黏黏的吧 不過這個我覺得就是意外的好用 然後我之前好像還有另外一罐 我好像把它塞在那個 讀者的禮物裡面送出去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收到 我已經有點忘記了啦 然後我就挑一些東西介紹 不會每個都講 然後我這次還帶了這個枕頭噴霧 一個是Neom的 另外一個是Band4 都是TEN-TENHOPE買的 然後我必須跟大家講 這種東西就是噴心安 就我昨天在他們飯店的床上就是噴了 然後我昨天幾乎整晚沒睡 這味道非常好聞 就是Neom是那個薰衣草的味道比較重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薰衣草的你可以買Neom 那Band4的啊它的味道應該是另外一個 好像是 喔它裡面是有乳香 然後這個的味道比較草本 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別愛薰衣草 但是你又想要枕頭噴霧的話 你就可以買Band4這個 好再來看看還有什麼值得講的 好像大部分都是我平常有在用的 喔這個 這個La Procette的臉部精脆油 是我這次為了來台南然後才開來用的 因為雖然說我想要拍這個Evaham的那個特輯 不過先跟大家講一下 他們家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的包裝 他們的東西帶出門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呢我就帶了這一個 因為你看它有一個這個蓋子 然後還有鴨頭就是 我覺得他們家使用起來是很方便 而且這個La Procette啊 它出乎意料的油非常的細 然後很好吸收 然後我覺得很好用 好 這裡應該差不多了 就是沒什麼可以講的 接下來我們看彩妝品吧 然後呢彩妝品我一樣是帶我之前的這個大布袋 然後 我真的很愛這個刷具包 就是我只要一出門我一定會帶這個刷具包 這個是在蝦皮上面買 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後呢它就是兩邊都可以放刷具 我通常刷具會用那個一個 餐巾紙把它裹起來 我要跟大家推薦一支刷具 我非常喜歡的刷具 這個是韓國的那個 Espore嗎 E-S-P-O-I-R 這個Espore的這個 牙刷的粉底刷 這個東西也太好用了吧 就是我自從用了Suku的粉霜以後啊 我就發現Suku的粉霜啊 它只能用那種毛痕密的粉底刷 你不能用那種毛痕粉散的 所以像這一支牙刷頭它的毛超密 就可以把Suku的粉霜刷得非常的貼皮膚 然後呢這一支我覺得它就是這樣刷啊 非常好用 而且你用大概五天吧 它也不太會有粉痕 就是你每一次使用完 你記得在那個衛生紙上稍微給它抹一下就好了 然後隔天再繼續用啊 還是非常好用 所以我大概五天才會洗一次 我真的超級喜歡它的 從我買到我就覺得 哇 而且我本來是想要買那個很貴的那個刷具 好像是Artiste 還好我沒買 就買這個Suku的我覺得就非常好用 好然後我還戴了眼鏡 我其實是平常很少戴眼鏡出門的 因為我的度數不是很深 直到我去配了這一副新眼鏡 這個Classic C 他們家在台中秀泰有貴 然後那裡的那個彥光石我覺得非常的專業 年紀輕甜但超級專業 然後呢我配了眼鏡以後才知道 我現在已經戴隱形眼鏡了 所以就只能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配了眼鏡以後才知道 就是我的度數加深了非常多度 所以我現在處在一個人生崩潰期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愛囤貨 我的隱形眼鏡大概還有一年份的日拋 然後我現在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的度數增加了大概50到75度 所以我今天這個隱形眼鏡也是為了來台南 然後特別買的 因為我想說要開車一定要 就是挑適合的隱形眼鏡戴這樣子 好然後跟大家分享我最最最新買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La Procette的護唇膏 就是前陣子我的護唇膏差不多都用完了 然後我就一直很焦急沒有護唇膏 而且我突然發現我變成就是包包裡沒有護唇膏的人 我以前包包裡是一定要護唇膏的 然後後來用了我很喜歡的那個TATRA護唇膏以後 我就變成只有晚上睡覺前還有隔天化妝前會擦護唇膏 其他時間我都不擦護唇膏可能就是補補口紅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欸好想在包包裡面放一個護唇膏 所以我就去買了這個La Procette的 它是一個椰子椰香護唇棒 然後呢我很討厭它這個蓋子 我先跟大家說 這蓋子非常的難拔開 拔開以後要蓋進去也非常的困難 然後呢這個我不打開了 就是護唇膏請問做這麼大支到底要怎麼擦 我每次擦我都是這樣 就像一個智障一樣 然後但是這個護唇膏我覺得蠻好用的 它雖然有一點點椰子味 但是不是很濃 你不喜歡椰子的也可以接受 因為我不喜歡椰子 然後呢它的滋潤效果我覺得不錯 可是你不要指望什麼你有脫皮啊 或者是什麼它能修護 它沒辦法它就是一個潤潤唇膏 它就是滋潤而已沒有修護 沒有就是什麼弄死皮 沒有這種效果 好然後呢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我這一個月應該是這幾個月來最愛的一個眼影盤 大家應該前陣子有看我粉絲專頁的貼文 就是孫姊姊就是對我非常好買了那個 湯福爾的眼影盤給我 可是在我遇到這個眼影盤以後不好意思 湯福爾我就沒有再用過了 就是這一顆 然後前陣子就是那個小塊老師 他這個牌子開beauty 就出了新的眼影盤 之前那個MARS火星盤 我就是把它替代了那個湯福爾在用 然後我就非常愛 湯福爾還是非常好用 我本來是想要拍一個特輯跟大家介紹 因為湯福爾那個粉質真的太細 可是你知道就是這個開beauty的眼影盤啊 它就是九個格子 然後你九個格子的顏色幾乎都會用到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這個CP覺得太高了 而且雖然它的粉質沒有湯福爾那麼細 但是你日常妝容你就是會一直想要拿它 然後像這裡每一個顏色我都有用過 然後今天就是抓幾個顏色搭配 反正你每天都可以畫出不一樣的妝 但是又是那一種自然然後不會太誇張的 所以這個盤子我真的超推薦 然後你如果是比較喜歡那一種偏紫偏紅 你就買火星盤 然後如果你是比較喜歡那種大地色系的 你就買這個日光盤 那我個人是覺得日光盤比火星盤好用啦 但是兩盤我覺得都很推 他們也有一些很類似的顏色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就是一個評比或什麼再跟我說 小開老師家我覺得真的超多東西都很好用 有經驗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也是 有一個頭髮 這個也是我每次出門必備 就Beauty Blender的一個盒子 然後它裡面可以裝兩顆海綿 然後我還塞了另外一個這個長方形的海綿 因為這長方形的海綿是我專門拿來上那個防曬 因為我防曬不太喜歡用手上 好我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值得介紹的 喔夏天的防曬我唯一愛用的就是這一條 呃禮膚保水的 然後是無色SPF50PA 四個加可以抗UVA 這一條我覺得真的非常好用 而且它跟底妝也不打架 然後呢還有什麼值得講 喔剛剛講到開Beauty嘛 他們的這個睫毛膏也非常的好用 就是它刷起來是很適合拿來當打底的睫毛膏 然後它的刷頭很細 所以呢你就是畫上下的睫毛都很好用 然後你就拿來先當第一層的打底 你的睫毛會非常鮮長 然後根根分明就是很棒 為之後的睫毛膏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base 然後再講到另外一個 我這個已經推薦過了 就是這個too cool for school的眉筆 可是我要特別再講一下 因為我來台南之前我又去補貨了三支 我真的太愛這一支眉筆 而且我上次也是買三支 然後就是昨天又再買了三支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 它就是一個非常細的眉筆 然後畫起來的眉毛非常的自然 我個人是推薦淺色號 我不推薦深色的 然後這個眉筆它有一些些缺點 就是有時候啊你這樣子拔出來的時候 它會連同這一根一起被拔出來 但是你只要把它再蓋回去 然後你稍微捏緊這一端 它就不會被拔出來了 然後我為什麼要再屯三支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一天我就是剛開了一支眉筆 你眉多久 然後我就畫 畫完隔天我要再畫的時候 我就發現 欸奇怪怎麼轉不出東西來 然後我發現 欸它不是轉不出東西來 它是裡面整個筆心不見了欸 然後我也在地上我也找不到 然後所以那支剛開眉多久的眉筆 就這樣消失了 筆就整個消失了 所以我就只好再去買三支囤貨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我沒有它 對但是小凱老師家的眉筆也很好用 好應該沒了吧 就是其他東西你們都有看過 就是平常我很我很愛用的一些東西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裡的風景吧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內面鏡子 然後我剛剛露營就是架在這個行李箱架 然後配上這個衛生紙盒 然後這一個就是整個房間的view 我覺得蠻漂亮 但是這個房間其實真的很小 它是一個雙人房 不過我覺得以四星的飯店來說 兩千多塊其實有這樣的房間 我已經覺得很棒了 而且我覺得價錢很合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就是台南的路 我有一點不能理解 就是台南很多圓環我知道 但是這個設計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大家看到現在那個這個摩托車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路口真的崩潰了很多次 就是這個地方到底是汽車可不可以右轉的 因為這一條是可以直走跟右轉 然後我昨天要右轉 我就想說這裡到底可不可以走 然後台南對機車非常友善 他們機車的那個道非常的大條 跟那個車道是一樣的 所以我昨天要右轉 我昨天到那個地方 然後要右轉的時候啊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就是過機車那裡 然後再右轉 然後就搞得我就是開了非常 繞了一大圈 所以台南的路我覺得真的是 有一點點神奇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房間 它這裡有一個就是很神奇的椅子 這個椅子是那一種 你知道坐了以後啊 它會有一點點往後搖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昨天坐在這裡的時候 一度差點被嚇死 然後床就是直接面對那個 嗯 窗戶的 給大家看一下廁所好 廁所我差不多收拾好了 它的廁所呢 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淋浴間在這邊 然後我覺得老爺行旅他們 有一點我覺得很棒 就是他們的熱水熱得非常快 而且很夠熱 我真的很受不了那種就是 熱水熱很慢的飯店 然後這一間是廁所 它的那個馬桶跟那個 淋浴是分開的 然後就是旁邊就是 該有的都有啊 不過我必須要說啊 這是什麼吹風機啊 這個吹風機真的是 我覺得頭髮吹得超級久才乾的 然後還有這裡的光 非常可怕 不過 我這邊就是門口 然後望向去 它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長型的房間 就是它的雙人房配置好像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四人房我不知道會不會大一點 不過我覺得雙人房還行 就是我平日來住才兩千多塊我覺得很合理 OK 好啦 那我現在要去吃個牛肉糖 因為我訂的這個房型是沒有附早餐的 所以我想去吃一個牛肉糖 然後稍微逛一下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在Vlog給大家看好了 然後順便可以測試一下 我今天這個妝到底有多奶寒 因為外面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熱 好啦 那我出門囉